韩剧《非常律师》与英无字开播以来收视率节节攀升,口耳相传的好口碑,让身边纷纷掀起一股与英无症候群,而透过主角自闭症谱系障碍者的设定,让大众对这些新兴的孩子多了份理解和关注,以下小编整理了六部以自闭症为题材,那些演技同样出众的韩国演员,也将透过一些实际案例,与观众一同探讨相关的社会议题。 2005年被誉为韩版阿甘正传的电影《马拉松小子》,改编自韩国马拉松选手裴炯正的真实故事,讲述心智年龄不足的自闭症青年,生活中除了热爱的斑马和跑步外,与外在世界格格不入,母亲在意外发现儿子的天赋后,开始训练他成为一名运动员,在这不动员500万观影人次的励志作品中,曹成又淋漓尽致的演技,可以说是影片卖座的一大功臣,有一半台词动作都是他即兴发挥。 为了眼活角色走访当事人的特殊学校,还时不时跟着裴炯正一起跑步训练,期间受了共10公斤,全篇难度最高的压轴马拉松比赛,更是实地在春川国际马拉松大赛中拍摄,当天参赛者加上观众共有6万人。 大家都以为曹成又是真实的参赛选手,不知情地对他发出热烈的关呼声,当年25岁的曹成又更凭借此作,成为了第一个80后最年轻的双料影帝。 早期许多韩国人对自闭症的认知并不成熟,像是在马拉松小子的拍摄现场中,一位前来采访的记者甚至要求曹成又,摆出像自闭症孩子一样的姿势, 让他当场大怒气氛瞬间凝结,随着裴炯正故事搬上大荧幕,激起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也让许多家长能够把握7岁前的黄金治疗期。 不过电影往往将结局停留在美好的一刻,作品提及的马拉松不光只是一项运动,更是患者与家人们一生无法割舍的艰辛过程。 现实中裴炯正在结束运动生涯后,因为智力障碍辗转在多处工厂工作,最后经社服机构协助,才在一间友善生障者的咖啡店长期工作,而他的母亲因为长时间的压力,导致重度忧郁症产生,在医生建议下必须与儿子分开生活,在将孩子送往机构照顾后,多了独处的时间病情才逐渐改善。 然而他还是在采访中提到,最大的心愿是比孩子多活一天,反映了身障亲人难以卸下的牵绊。 2013年的韩剧《Good Doctor》,周源饰演拥有学者症候群的自闭症患者,拥有卓越的背诵能力,绘画实力以及空间认知力,年仅7岁就能将人体构造和器官完全掌握。 周源,虽然在17岁时被判定为正常,但他怯弱的姿态让大多数的同事病患,还是对他的专业度存疑,从而展开小儿外科医师的实习日志。 185公分的周源,畏缩地驮着背,像孩童一样纯真温暖的心灵,打破偏见成长为直的信赖的医师,让观众们透过聚集品尝到了心灵治愈。 周源也因此获得国民治愈男的称号,而收视率也飙升至20.9%,除了横扫该年度各大奖项, 更拿下第50届百想艺术大赏最佳电视剧作品奖,之后还衍生出了美剧与日剧版本。 不过大多数的观众包括周源,都认为现实世界中,自闭症患者成为医生的几率几乎是零,但其实并非如此,高功能自闭症保留了语言和认知发展,而拥有雅思特质的患者, 更时常因学术、艺术等卓越能力被视为天才。 看气氛的人,小时候被爸妈老师责骂,完全不会慌乱也不会哭,直到成为精神科医师后,才发现自己有雅思伯格症, 并开始在沟通不足的地方做改善,比如说即使不能自然地展露笑容,也可以透过做初一的嘴形表达善意。 他也提到身边也有不少这类群的医生,他们在适当的社会化后,其实也是与一般人无异。 2018年上映的《那才是我的世界》,普正明饰演患有重度自闭症及学者症候群, 对音乐极具天分的钢琴天才,只要听过就能百分百准确弹出乐曲, 与李炳谢陌生兄弟的同居生活,也被评为是韩国版语人,吸引了三百多万的观影人次。 其实在接演本片之前,普正明完全没有接触过钢琴, 零基础的他特别进行了半年的苦练,电影中每一个弹钢琴的镜头,都不仰赖替身由他亲手出演, 让剧组大赞谱证明就像是真的天才,而为了逼真演艺角色, 他也在特殊学校服务了半年的时间,透过亲身体会心儿们的生活,才塑造出如此真实的演技。 2020年韩剧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同样也是该年度的大热作品, 吴正是饰演金秀贤的自闭症哥哥,具有惊人的背诵能力和艺术天分, 面对心爱恐龙双眼发光的纯真,受到刺激时引发的失控反应, 都牵动着观众们的各种情绪,更让他夺下第57届白响最佳男配角奖, 或封最强绿叶的称号,而吴正是精湛的演技也引发生障者的共鸣, 当时一名智力只有三岁程度的粉丝陪范俊, 因为这部作品迷上了上态,于是他的妹妹主动联络经纪公司, 吴正是得知后不仅爽快答应,更以剧终的扮相, 辅约着长一对一的游乐园粉丝见面会, 成为朋友的两人更在时隔两年后再度同游,善心的暖举真的相当圈粉。 绘画和音乐几乎是每个人在孩童时期最容易接触到的童年娱乐, 也让拥有艺术天分的生长者,能够在孩童时期及早被发现这项天赋, 比如说英国画家Steven Wiltshire,能够俯视城市20分钟, 以惊人的记忆力手绘城市全景,也因为这种案例容易上新闻, 大众似乎对生长者成为艺术家反倒感到不意外, 但其实他们也只占了此类群的冰山一角, 同时拥有学者症候群的自闭症患者, 只占有10%甚至更少的统计数据, 因此不该将自闭症等于艺术家画上等号。 2021年的《我是遗物整理师》,通过在各种死亡现场的整理工作, 将试者来不及传达的讯息传递给家属, 是一部洋葱为十足且发人省思的职人剧, 其中由陈俊祥饰演的《韩可鲁》,是剧亚斯伯格正特质的《泛自闭症障碍者》, 透过他冷静认真的视角,让每一个生命都显得独特无价, 而在剧中不善交流的他,只要一害怕就会疯狂背诵海洋生物图鉴, 冗长奸身的学名台词,陈俊祥也都已经到底, 没有NG的完成拍摄,让导演也忍不住称赞他是天才演员, 作品在播出后不论是口碑还是流量,都获得非常好的成绩, 甚至有望开拍第二季,让早期对自己演出没有自信的陈俊祥, 终于获得首部属于自己的人生作品。 最后不得不提今年度的《大黑马非常律师》与英武, 普恩斌饰演患有高功能自闭障碍的律师, 虽然拥有智商164的天才大脑,与过目不忘的杰出记忆力, 却因为社交能力严重不足,展开了跌跌撞撞的职场生存剂, 普恩斌的精湛演技不需多言,想必观众们早已被社群媒体洗版, 事实上普恩斌原先是拒绝出演这个角色的, 生怕一部留意就冒犯这个群体,加上与古装剧烈幕党齐重叠, 最终在剧组苦等一年的坚持下,才促成这次的出演提案。 而与其他先进演员不同的是,普恩斌没有参考任何的实际人物和影像, 完全以医疗文献与专家学者讨论来塑造角色, 最终呈现了独树一格的语音舞。 而剧中专业的律师形象,也让不少观众好奇现实中是否有相关案例, 在美国现年27岁的Haley Moss,和鹦鹉一样在3岁就已经会阅读, 也能轻松拼好100块拼图,唯独不会说话和情绪表达, 焦急的父母带她前往医院检查,诊断后发现她罹患了高功能自闭症, 在语言治疗师的帮助下,症状才逐渐改善, 后来一路逆袭取得心理学和犯罪学学位, 并于2019年取得律师执照,成为美国首位自闭症律师。 虽然以上几部作品在现实中都能找到实际案例, 但戏剧往往为了故事张力,选择纯真的天才型自闭症患者, 以及较为多样的病症,来塑造丰富的肢体动作, 以及极具魅力的角色形象, 从而引起大众对自闭症的刻板印象, 与患者家属认为过于美化的不满情绪, 近期甚至因为作品爆红,引发模仿自闭症患者的行为, 甚至以语言无的名字,像若是学生开玩笑的校园霸凌现象。 我相信剧组们都是怀抱善意出发, 期盼外界消除对自闭症者的偏见, 友善对待看似不一样的他们, 但就如同每位自闭症普系障碍者, 都拥有独一无二的普系特质, 观众们也有千百万种不同的视角, 但不同的是,自闭症患者在出生那一刻, 就存在于基因不可修改, 观众们则是能透过新闻、戏剧与书籍, 较真那些过往的错误认知, 小编则是从多部影视作品中的共同点, 比方说为什么演员们诠释此题材的角色, 声调都急而短促, 作品中总是能看到安插动物的内容, 日常中为何要佩戴耳机等设定, 从而对自闭症产生好奇, 更压抑2021自闭症人数统计中, 大约每44名儿童就有一名被确认患有自闭症普系障碍, 全球每年的比例也都是逐年攀升的趋势, 只是轻症的比例居多, 加上早期疗愈意识的抬头, 让大众不容易意识到彼此的区别, 这意味着我们的日常其实与他们密不可分, 期盼未来在民众认知度提高的情况下, 自闭症不再是一个敏感的拍摄题材, 患者们也能得到更友善的尊重与社会资源。 以上就是六部以自闭症为题材, 那些演技同样出众的韩国演员介绍,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 可以按个喜欢, 并订阅我的频道,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